高小平博士是碱性质氢领域的国际资深专家 他带领团队自主研制的一千标方碱性质氢电解槽 可以用可再生能源将水分解成氢气和氧气 创新的设计可以提高能量转换效率 节约能耗超过10% 高小平考察了全国多个地方 最终在加更创新实验室的推动下 高小平将创业起步点选择在厦门 公司从筹划到落地 短短一年半内 高小平就探索出一条 将可再生能源至氢技术推向商业化的路子 目前企业估值超亿元 产品在风光电力网至氢等双碳战略中 发挥关键作用 一个是资金的支持 他们给我们的项目投资了两千万做研发 第二个是实验室 这边有很多公用的设备 所以我们不需要自己买高端的设备 我们就可以研发在原子分子层的这些数据 加更创新实验室是我是加快关键技术转化的高能级平台 目前加更创新实验室已孵化18家科技公司 引入外部投资超4亿元 建成亚洲首座无噪声实验室 制算中心 电子显微平台和普学分析平台等公共支撑平台 人才规模达1300多人 实施储能 轻能和硅能等九大项目群 60多项科技与产业化项目 在轻能 锂离子电池 光伏 半导体等领域 攻克关键技术难题20多项 相距不远的祥安创新实验室 则围绕疫苗 诊断试剂 药物等展开研发 全球首个物干疫苗 首个国产HPV疫苗 全球首个新冠总抗体检测试剂 全球首个鼻喷流感病毒载体新冠疫苗 全球首个艾滋尿液自检试剂等创新产品均出自这里 厦门积极推动创新平台提制升级 打造高端创新资源极具强磁场 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初一公里 转化过程是很关键的一个环节 这就需要研究者和合作企业能够密切合作 厦门生物医药行业的发展还是很快速的 我们也跟厦门的生物医药公司有非常密切的合作 这就促进了前期的创新成果能够实现一个快速转化 以科技创新引领发展动能转换 推动产业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 厦门正从高标准建设厦门科学城 高层次打造创新平台 高质量培育创新主体等方面入手 不断把科技创新的土壤培植得更加肥沃 作为厦门原始创新测源地 创新要素集聚地 未来产业培育地的新载体 厦门科学城建设不断提速 厦门科学城基金湾区投入运营 未来产业重点跟踪的40个创新项目总投资335亿元 超过1400家企业入驻厦门科学城核心园区 首个创新飞地厦门科学城北京成果培育基地投入建设 将牵引带动北京15家双一流高校科技成果来下转化 创新基地已经有48家域外的企业 已经落户在厦门一号发起 还有一百多个被选的企业和项目 准备落户我们厦门科学城 厦门是通过在创新资源集聚的科学城 设立科技成果转化的一个创新飞地 将为高水平的大学丰富的研究成果 与我们厦门的产业实现对接 创造出更多样更新颖的未来的产业 厦门政策配套的非常完善 对外来的这种企业家的一些引路计划 包括我们提供的类似咱们科学城这样的 孵化器 园区 硬件设施等等 包括一系列的服务对厦门的人才储备 包括对我们公司要扩大去吸纳一些人才 肯定是非常有帮助的 目前厦门正把握科技创新规律 紧跟技术前沿 紧贴企业需求 谋划推出厦门市关于进一步推动 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的若干措施等政策 是科技局立项支持29个重大技术公关项目 6个接绑挂帅项目 带动项目总投入7.1亿元 此外 我是积极推动重点领域技术创新 加速布局 柔性电子 新型显示 第三代半导体等未来产业 今年厦门跃升至全球科技集群第80位 比去年上升11位 厦门力争到2026年 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超过3.6%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突破5000家 城市创新能力指数 进入国家创新型城市前10位 打造成为国家区域科技创新中心 海峡科技创新核心枢纽